韩丽轻吐了一口气 压下心中的喜悦 重新盘膝坐了下来 他此刻虽然进阶到大罗后期 但进阶还有些不稳 需要再巩固一番 韩丽心念一动 张开灵域 并催动光阴天旋大阵 灵域内的时间流速 立刻加快了十万倍 他的时间法则再次大进 时间流速 神通也更进一步 不仅如此啊 韩丽此刻对于天地灵气的操控 也提高了不知多少 掐绝一眼之下 滚滚天地元气注入光阴天旋大阵中 维持着法阵的运转 与此同时 光阴天旋大阵 消耗仙元时的速度 立刻大减 韩丽盘膝坐下 万道金光浮现而出 笼罩住他的身体 中土仙玉 南海 一座名为南瞻大陆的仙玉陆地上 极南之地是一片绵延数十万里的滨海山脉 当中分有九十八座地脉火山 结为火火山 这些火山几乎每隔百年 就会有一到两座要喷发一次 每一次都会吸引来 南瞻大陆上 无数散修和大量中小心家宗门 前来为官 当然了 这些人当然也不是闲来无事 只是为了观看这一圣景 而是为了碰运气 看看能不能从火山喷发 抛出的岩浆当中 找到一种名为火炼石的灵才 往年呢 天庭对于这种事都是睁只眼闭只眼 任由他们凭借运气获取仙缘 可是今年的情况呢 有些不同了 明明根据预测 今年将会有17座火火山同时爆发 结果在刚刚露出爆发苗头的时候 就被南瞻大陆震天楼内的仙石出手 将山脉引导入了西海 最终并未爆发 但是大陆上的各家散修和中小宗门呢 对此却并没有丝毫怨言 一切只因为真仙界最大的圣会 菩提宴即将召开了 在这极西之地的98座火山山脉当中 有着天庭的一座极为重要的所在 即着立在山脉中央的一座应天门 这座应天门呢 乃是从其他仙域进入中土仙域的南大门 通常也被称作南天门 不过此处说是尾门 实则是一处巨大的传颂法阵 当中建有大中小型传颂法阵数万座 能够勾连起三十六大狱中的其他三十五狱 同时传输数万人 当天门洞开之时 更是能够建立起一条沟通其余三十五大仙域的空间通道 任由两界来往 通行无阻 事实上像这样的应天门 如那镇天楼一样分别还有三座 中土仙域为真仙界的核心 域内共有九州四海 其中每一州便是一块疆域无边的大陆 彼此之间被四片浩渺海洋阻隔着 才划分出了当下的格局 其中除了天宫大陆 位于九州四海的中心 乃是天庭正统所在 其余还有东盛大陆 西鹤大陆 南瞻大陆和北巨大陆 分别位于东南西北四海当中 在四座大陆之上 各自助立着一座镇天楼和一座应天门 其中每一座应天门 便是一处沟通其他仙域的天门 都有寻天神将镇守 而每一座镇天楼 也都是镇守这一仙域的核心所在 其上常年都有道祖级别的强者镇守 由于菩提宴的临近 真仙界各大仙域 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 有大量的修饰 朝着中土仙域集结 那其中呢除了得到菩提令 还能够有幸参与那场天庭圣宴的人之外 更多的人则是来此一睹 仙界的第一仙域的风采 同时也希望能够享受到 圣会带来的福利 因为菩提宴虽然是在天宫大陆内举办的 可其他几座大陆上同样有各种中小型圣会举办 届时流散在整个真仙界的各种奇珍异宝也会聚集到这里 各种健宝和静脉大会更是随处可见 试问哪一个修行之人不想借此机会一宝眼福 不想着从中获利呢 然而 为了迎接这场万古的圣会 天庭也同样承担着不小的压力 毕竟 等到圣会正式开始举办的时候 整个中土仙玉可能会涌进十倍乃至十数倍的各界修饰 即便防守再怎么严苛也难保不会有漏网之鱼 一片绵延十数万里的血缘之上 到处亮着一团团赤红的火焰 如同绽放满地的红莲一般 星红的腰叶将原本暴雪覆盖的平原 灼烧出一道道焦黑痕迹 一道巨大无比的赤红围 笼罩着这片荒凉雪原 速速地落下的漫漫天雪片 在落入这围围空间的瞬间 就都被滚滚热浪蒸发一空 根本无法到达早已伤痕累累的大地上 雪原中央的一座方圆数万丈的巨大深坑里 正躺着一具身着青铜甲皱 头颅却只剩下半颗的妖族修饰的身躯 从其身上流淌出的金色血液 并可看出他生前的修为已然不低 此尸体仅剩的半颗头颅上 仍旧能看出其本来的狼犬面目 只是显得太过猙獰血腥 事实上 此人乃是费反仙狱中最大的妖羞宗门 万妖窟的老祖 大罗后期的境界 其原本已经准备就绪 打算带着几位亲传弟子 前往中途仙狱参加菩提宴 结果在前往传颂法阵的途中 被人伏击了 他自己勉强还算留了全尸 其他的弟子都是灰飞烟灭 什么都没留下 一名上身赤裸的高大男子 从巨坑的边缘处跳落而下 来到妖羞蚕食的旁边 他生着一头半长的红色卷发 随意的披散而下 一张棱角分明的脸颊 平静如水 看不出半点情绪的波动 裸露的皮肤上 浮现着倒倒火云红斑 一明一暗闪烁着 内里流露出灼人的气息 将周围的虚空都烧灼得 微微有些扭曲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感谢观看